90年代,我爸做梦都想有个儿子 妈妈生我的时候大出血,他却掉头就走 他对外说,妈妈是生我这个克星大出血死的 小时候,我像堂弟那样扑进他怀里撒娇要糖果 他会一脚踢开了我,让我不要恶心他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有些东西男孩撒撒娇就能有 而女孩要靠自己去挣 到我能挣钱了,我爸也像个小男孩一样跟我撒娇 他说堂弟是他老刘家唯一的血脉,让我给他买房买车 我笑了笑,爸,您能别恶心我吗?妈妈生我十大出血 大片的鲜血躺红楼屋子 接生婆出来问我爸,宝大还是宝小 我爸想都没想就说,是儿子就宝小,是女儿就宝大 可那会儿,谁也不知道妈妈肚子里的是男是女 一半一半的概率,我爸咬着牙选择了宝小 我出生时,爸爸一看是个女儿就黑了脸 那会儿,妈妈还有一口气 接生婆让爸爸送卫生所看看,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爸爸蹲在墙角想了几秒 家里穷,就算人就过来了 干不了中活不说,还得吃白食 而且,妈妈亏损的身子,也很难再给他生儿子了 想到这里,爸爸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他看都没看妈妈一眼,掉头就走了出去 我与妈妈的缘分到此就了 短到我甚至连她的一口奶都没喝上 我爸怕落个害死自己婆娘的坏名声 用原本准备给我妈做月子用的十个鸡蛋堵住了接生婆的嘴 对外说是,我渴死了妈妈 那个年代的农村,生女儿是最不光彩的事 对女孩子的恶意随口说说,就会有人信 我爸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随口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刘克星 可他也没想到,这个名字日后成了一把利刃 那个年代的奶粉是珍惜物 我这个赔钱货是喝不上的 奶奶见我可怜 抱着我一条村一条村的去求别人给我喂口奶 喝着百家奶,我就这样慢慢长大了 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村里人总笑话我的名字 隔壁的沈娘说 爸爸是讨厌我恶心我才给我取的这个名字 我哭着跑回家找奶奶 和奶奶笑咪咪的抱起我解释说 傻玩,那是你爸希望你像天上的星星 到哪儿都能闪闪发光 我信了 直到小沈生下了堂弟 起名叫,刘耀祖 刘耀祖满月那天 小叔借了钱大摆宴席 他炫耀自己生了儿子的同时还拉踩了一把爸爸 说他是没后的命 还说 以后我们家的田地和宅基地都是刘耀祖的了 爸爸闻烟气的脸都黑了 可他却找不到反驳的话 看着他蹲在墙角拿着烟筒一直抽烟 小小年纪的我上前拍着爸爸说 爸爸,我是星星 以后我会比药祖更亮的 啪 我话未说完 我爸就一巴掌甩到了我脸上骂 亮什么亮 生出你这个赔钱玩意儿 不带板也不带脑子吗 你是克星 这一巴掌 把我两个门牙都打掉了 我顶着满嘴的血去找奶奶时 小沈正在插着腰骂奶奶 杀给小沈坐月子的鸡 奶奶偷偷藏了一个翅膀尖尖给我 被小沈发现了 他大发雷霆 指着奶奶的鼻子骂他老不死 不中用 偏心我这个克星 奶奶像个犯错的孩子般 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很奇怪 我明明见过村里最凶的王婆 都吵过奶奶 等小沈走后 我问奶奶为什么要由这小沈骂 奶奶一边给我擦着血一边说 星星啊 咱得忍 家和才能万事星啊 那会儿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我只觉得 奶奶是为了我好 很快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 奶奶劝爸爸让我去读书识字 我也学着堂弟撒娇的样子 扑进他怀里说 爸爸 我要上学 他却一脚把我踢开 朝我吐了一口唾沫 你别恶心我 一个女娃娃读什么书 你要是像药祖那样带把 别说你要上学 就是你要天上的月亮 我都给你摘下来 我倒在泥坑里哇哇大哭 爸爸又过来踹了我两脚 哭哭哭 我这个家就是被你嗑散的 最后 还是奶奶看不过去了 过来制止了他 奶奶没敢要爸爸出一分钱 她拿出这些年编竹框转的钱 送我上了学 我欢天喜地地 背着奶奶捡回来的 破破烂烂的书包上了雪 可好景不长 小叔跟小沈 坐村里破烂的面包车去赶集 回来的路上掉山沟里了 爸爸的兄弟没了 可他却不难过 他抱着不懂事的堂弟 高高地举过头顶 老二天天跟我争田鸡 有啥用 这下 儿子 田地不都是我的了 那天 是我出生后 爸爸最高兴的一天 堂弟的天没他 可我的天他了 一年级已经上了一个学期的 我被爸爸拎回了家 他说 让我在家带堂弟 堂弟什么时候能上学了 我再跟着去上 这下奶奶也没办法了 他只得劝我忍一忍 等一等 那会儿 村里人人都说 爸爸好福气 一下子就是女双全了 可我爸眼里只有堂弟 家里杀鸡 爸爸吃鸡头鸡脚 剩下的全是堂弟的 连奶奶都没得吃 可是喂鸡 喂猪 砍柴 割猪草 就全是我的 奶奶腿脚不好帮不了我 只能偷偷地抹泪 劝我忍一忍 等一等 他说 等我长大 日子就会好过了 奶奶劝我的话 还有那句 心醒 咱忍忍 家何才能万事兴啊 可跟着刘耀祖 上一年级那年 我忍不了了 我本来就比同班的同学 大了三岁 心里自卑又敏感 可刘耀祖 还当着同学的面子 笑话我说 这可不是我姐 是我的小丫鬟 以后你们有什么事 都可以让他干 不过我爸爸说了 他是个克星 会克死人的 谁也不许跟他做好朋友 他的话像一把刀一样 刺进了我心里 那天我不知道怎么了 在班里狠狠 把他揍了一顿 这一顿的代价是 我被我爸打得 三天下不来床 他恶狠狠地警告我说 你再打我的耀祖 我就把你剁了喂猪 他还拿着竹鞭 教刘耀祖打我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让他欺负了呢 你就这么打 来呀 爸爸教你 他抓着刘耀祖的手 一边一边地打我 刘耀祖越用力 我爸就越兴奋 他们的这副嘴脸 过了很多年以后 都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那会儿我不敢吭声 我知道 越是吭声越是哭 就会被打得越狠 那天起 刘耀祖像是得上方宝剑 对我非打击骂 每每这时 我爸会在一旁自豪地看着 夸刘耀祖做得好 自此 刘耀祖高高在上 而我卑微到尘埃里 我不明白 明明我才是 爸爸的亲生孩子 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对我 奶奶说 没办法 谁让你是女孩呢 女孩呀 从出生起 就注定会这样的 多忍忍吧 可那天 我开始觉得 奶奶说的不对了 人并不能家和万事兴 女孩 也不一定会比男孩差 我读书比刘耀祖好 我次次考第一 他也次次考倒数第一 我第一次考第一时 我拿着奖状 没等刘耀祖就冲回了家 我想 我都考第一了 爸爸肯定会夸我 肯定会觉得我比刘耀祖好 可我爸看见我独自一人先回来了 一巴掌就扇红了我的脸 那张奖状也被他抢过去 撕碎扔进火坑里 他警告我说 没有什么比我的药祖更重要 你以后要是还敢把它扔下 我打断你的腿 从那时起 我得的每一张奖状 我都不敢再拿出来 一直到六年级那年 奶奶走了 村里人都说 奶奶年纪大走了是喜丧 人人都在笑 可我却哭到眼前一片黑 可没人会在乎我是否难过 奶奶走后不久 我爸甚至就不想让我再上学了 那天 他很高兴地跟我说 我在镇上的发廊 给你找了个帮人洗头的活 你明天就去上班 那天 我爆发了 发生了我跟爸爸 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争 我哭着喊着说我要读书 我不要去帮人洗头 我爸抄起扫帚 追着我满村打 他说 女孩子读什么读 读给别人嘛 你赶紧去把这两年 你吃我的喝我的 给我赚回来 万一哪天被人逃了 我不得亏死了呀 要足业慢慢长大了 要给他盖新房了 你不去打工哪来的钱 那天不管爸爸怎么打我都不松口 我的脸都被他删成猪头了 我还是说我要读书 见他把我打得鲜血淋漓 邻居去隔壁村 喊来了我舅舅 舅舅来跟爸爸炒了一家后 把我带回了家 那时舅舅也穷 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 因为超生还被罚了一大笔钱 可他还是牵着我的手头 也不回的走了 爸爸气得在后面一直骂 你把他带走 就别再送回来了 赔钱货我可不会再要了 舅舅带我回家 没来得及跟舅妈商量 舅妈一看见我就生气的摔了东西 家里人人都吃不饱了 你还把他带回来怎么活 我不管 你敢把他留下我就喝药去死 舅舅沉默不语 可我知道 这是我唯一能依靠的地方了 想了想 我扑通一下跪到舅妈面前 舅妈 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我能干活 我能带弟弟妹妹们 我比他们高年级 我成绩好我 还能教他们写作业 我什么都会干 我少吃饭多干活 我不会偷懒的 说着我就站起来 想把那但舅妈刚挑回来的红薯挑进屋 可本就营养不良的 我刚才还被爸爸毒打了一顿 我根本就挑不起来 试了好几次 我 哇 一声大哭了起来 想到我没奶奶了 没书读了 没地方住了 我越想越委屈 我恨自己 为什么这么没用 为什么不能挑起那袋红薯 跟舅妈证明我能干活 舅舅见状重重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该怎么办 哭哭哭 一来就知道哭 我上辈子欠了你的 进去 再加一条 以后不许在我家哭 舅妈很凶地把我扯了起来 反应过来的 我立刻止住了哭声 跟着舅妈进了屋 那天起 我就开始了寄人篱下 看人脸色的生活 我干活很卖力 吃饭只敢吃小半碗 吃不饱就大口大口地灌井水 有一次喝太多了肚子疼 舅舅刚好去做小工不在家 我疼得蜷缩在床上 舅妈进屋就骂我偷懒 好半上 她才发现我不对劲 背起我就冲向村里的卫生所 舅妈边走边骂我 老娘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你真是拖累死人了 她一路上骂骂咧咧 脚步却是越来越快 那天过后 舅妈每次都会把我的饭碗压实 我边吃它 又边念叨我说 你只能吃一碗 别想多吃我家的米了 我成绩很好 每次考试都考第一 表弟表妹们成绩却一般 每次考试成绩出来 舅妈就会把他们打得鸡飞狗跳 家里好不容易炖只鸡 表弟表妹们想吃鸡腿 可舅妈却把鸡腿都扔给我 还用筷子敲表弟表妹的头骂道 吃吃吃 考那几分 还有脸吃鸡腿 以后这个家 谁考第一谁吃鸡腿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鸡腿的味道 我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每每这时 我都故意慢悠悠的吃 等舅妈火机火料吃完出去了 我就把鸡腿分给表弟表妹吃 他们不像刘耀祖 不会打我骂我 还会叫我姐姐 还会在舅妈 偷偷给他们零嘴的时候 分我一点 六年级快毕业时 老师上门家访 他一直夸我成绩好 有读书的天分 还叮嘱舅舅妈 一定要让我读初中 那会上学是要学费的 可舅舅家三个表弟表妹要读书 负担是很重的 等老师一走 舅妈又生气了 他指着舅舅的鼻子骂 你看你做的好事 自己的玩儿都顾不上了 家里哪有钱给他读书 要不你把我们娘几个卖了 你真是言耻多了瞎操心 他一个别人家的女玩 读什么读 再说了 咱给他一口饭 已经费尽全力了 舅舅抽着汗烟 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算了 不读了不读了 真没办法了 我躲在房间里哭 老师说 读书能改变命运的 那时的我正暗暗发誓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还没开始改变 命运就先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越想越哭的不能自已 可舅妈说了 不许在她家里哭 我只能咬着自己的手臂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可舅妈还是发现我哭了 她揪着我的耳朵 把我拖了出去 你能不能别就知道哭 哭有用吗 哭只会让人觉得你会气 觉得你没用 眼泪能当饭吃 还是能当学费 你能哭出钱来吗 文言 我不敢再哭 低着头小声应道 我不哭了 舅妈 我也不读了 我出去打工 供弟弟妹妹们读书 听见我的话 舅妈愣了一下 随即转过身子 却撸了一下鼻涕说 谁要去你打工了 第二天 我起床喂猪 却发现猪圈里那头猪没了 那时的农村 家家户户都会养一头猪 那是全家一年到头的指望 宽裕的家庭会留着过年杀来吃 穷苦家庭会养到过年 卖个好价钱 好有钱买来年的种子 而舅妈家这头猪 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表弟表妹们的学费 来年的种子 全靠这头猪了 我急得团团转时 舅妈回来了 她一手拎着一个空荡荡的鸡矿 板着脸 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舅舅听见动静也起来了 她一眼就看明白了 你把鸡都卖了 不止 舅妈拧开水龙头 灌了一口水 我还把猪也卖了 舅舅瞬间黑了脸 日子不过了 舅妈抹了一把汗 把鸡矿一扔 咋过不是过 我就不幸活着还能让尿憋死了 舅舅没再说话 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便进了屋 这个加一像是舅妈说了算 舅妈身上有一种魄力 一种内饰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魄力 我小心翼靠近 低声问了一句 舅妈 你怎么把猪都卖了 舅妈对我没有好脸色 她择了一声推开了我 不卖猪乃来的钱供你读书 钱能从天上哭下来 还是能从地里蹦出来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不能刺刺口 第一你 就给我回来种田放牛 像我一样 早早嫁人生啊 跟你土过一辈子 还有啊 别以为我白供你 你给我写借条 以后一分不少的还给我 舅妈妈妈咧咧的进屋那一瞬 我转过身一瞬 就泪流满面了 我知道 我的命运要开始转了 初中要住校 可周末回家 我会拼命帮舅妈干活 村里人人看见我都说 我是干农活的好帮手 背地里他们却笑话舅妈傻 说她送别人家的赔钱 或去念书 不知道放家里 做一个得力帮手 舅妈每次听完都 妈妈咧咧的走开 转过头又要骂我一句 都是你害的 可等我回学校时 她又会背着表弟表妹 偷偷给我的咸菜罐里 添上肉丁 有时候她还会托表妹给我带话 让我周末别回去 别浪费了她两块钱车费 可那时的我已经知道了 她是想让我好好复习 我拼了命读书 次次考第一 中考时 我不负众望 以全线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 村里人的风声又变了 他们纷纷说 舅妈这是捡了个金疙瘩 以后会享福 舅妈却骂骂咧咧 这种福气给你们要不要 你们出钱送她去念书肯不肯 这高中学费可比初中贵多了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她的 可转过头 我分明看见了她眼角扬起的笑意 那会儿 我已经长大了 懂得舅妈言语下的意思 于是我从未有过的 给她许诺了一句 舅妈 等我以后挣钱了 我给你买大房子 给你买村长那种小汽车 她稍愣了一瞬 又骂我 你白日做梦 可我知道这将来一定不会是白日梦 舅舅跟舅妈为我的高中学费发愁时 我爸找上门来了 他听说我考上了重点高中 一来就嘻嘻笑着 不愧是我的女儿啊 还真是聪明 不过 他顿了一下 女娃读个初中毕业 在村里已经了不起了 他明知舅妈凑不出学费来 又幸灾乐祸的说 没钱工了吧 差不多得了 别让他读了吧 让他出去打工赚钱吧 他对舅妈说 你养了他三年 我也不让你吃亏 他打工赚回来的钱 咱们一人一半 把钱赚回来 到时候给他找个好人家嫁了就得了 再这么读下去 年纪大都找到好人家了 那天是我有史以来 见舅妈发的最大的脾气 他拿起平常打表弟的鞭子 狠狠打到爸爸脸上 近乎歇斯底里的吼了一声 这是身上流着你的血的亲女儿 你这么当爸爸 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你滚出我家 你不攻我攻 以后他就是我亲女儿 猝不及防的爸爸 被打了个正正 脸上浮起了一道红印 舅妈的凶狠远近闻名 人人都说他是母老虎 看着眼里燃着一团火的舅妈 爸爸也不敢还手 他边往门口走边说 你也知道他身上流着我的血 这辈子他都摆脱不了我 你就供吧 我看你能供出了什么玩意儿来 看着他的背影 我第一次觉得他无耻 我愣神间 舅妈回头敲了一下我的头 你给我争点气 气死你老子 我高二那年 表妹中考没考好 晚上睡觉时 表妹偷偷跟我说 她要跟同学出去打工 她说的对未来充满期待 她说 她有同学小学毕业 就出去打工了 每年过年回来 染着很好看的头发 她们还会化妆呢 表妹顿了一下又说 我可羡慕了 外面的世界肯定很精彩吧 姐 我没说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表妹的话 我们都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也不懂得怎么样的生活 才算是精彩的 我们生在小山村 祖祖辈辈 面朝黄土辈朝天 男孩大了 就给他盖房娶妻 女孩大了 就给他相亲结婚 结婚生子后 女的在家操持家务 照顾公婆孩子 男的外出打工 年底风风光光地回来过年 久而久之 大家都觉得 日子就该是这么过的 就好像这样的生活 就是精彩的 第二天 我劝表妹去读个中砖 学个计算机 那会计算机很流行 学会了外出打工 也能做个文员啥的 总该是比做流水线工人好的 我原本以为表妹是不愿意 可被我劝极了 她不耐烦地说 你以为是我不想去读中砖吗 我妈为了供你读高中 回外婆家借钱都借怕了 表妹的话让我愣住了 我的心脏好像被人捏住了一半 又酸又胀 仿佛不会跳动了 见我面色苍白 表妹又笑嘻嘻地说了一句 反正我读书也不行 我去赚钱给你读书 姐 以后你出现了你 就带着我发财 看着表妹那张稚嫩天真的脸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心有愧 可我也知道 如果这个时候 我放弃会更对不起她 送表妹去车站那天 就妈叮嘱来叮嘱去 她说 要保护好自己 受委屈了就回家 妈对不住你 最后这句话 是在表妹上车后说的 表妹没听见 可我听得真真切切 那会儿我在想 如果不是我 表妹是不是就可以去读中专了呢 可就妈发现了我的小心思 骂道 以后小芬不在家 你放假回来得多干活 别指望白吃白喝白拿我的 那天回家 我跟在就妈身后 就妈比我刚开始来时更瘦小了 本来乌黑的头发 也夹杂了许多白发 回家的路不长 可那天就妈走了很久很久 那天她走得特别慢 脚步缓慢而无力 仿佛走这段路 都变成了煎熬 高中学业重 我很少回家 每分每秒都拼尽全力学习 我觉得我跟树是一样的 越是想要高出的阳光 跟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弟弟 只有在黑暗里摸爬滚打 才能迎来属于我自己的光 才能对得起舅妈一家 舅妈每个星期 都会从老乡的车到县里 再走两个小时的路到 我学校给我送吃的 每次来都会跟我念叨一下 我爸跟刘耀祖 从他嘴里 我知道刘耀祖因为打架斗殴 被学校开除了 他迷上了打游戏 为了买游戏机 他整日里偷鸡摸狗 我爸为这苦不堪言 也是在刘耀祖被开除的同时 村里之前 每一考上大学的那个哥哥 风风光光的回家了 开着气派的小汽车 买回了村里第一台大彩店 村子里的人 围着那台大彩店 嘖嘖惊叹着说 还是读书有用啊 大家都说 知识原来真的能改变命运 舅妈说 那天村子里的人 夸了那个哥哥后 都问起了我 舅妈还没来得及说话的时候 我爸就抢先自豪了起来 我家星星 那将来也会是大学生 是有大出息的人 说完这句话 舅妈跟我埋怨 数了我爸不要脸 我正正的自顾自的说了一句 这还是她第一次喊我星星 从前她都是很大声的 叫我克星的 舅妈听见烧愣了一下 吐了一口唾沫 呸 她就不配喊你星星 说完她把怀里的东西 一股脑全塞给我 走了走了 你马上高考了 理想那些有的没的 好好吃饭 好好考试 出现了我看谁 还敢说你是克星 可舅妈回去后 我爸来了 我忘了 我有多久没见过她了 我有点 不认识她了 她头部覆盖着银丝 前额和沧桑的脸上 满是皱纹 这次见面 她确实没喊我 克星了 看见我 她堆起笑容 小心翼翼地喊我 星星 从她嘴里喊出这两个字 我不知怎的眼睛有些发酸 见我不说话 她用沙哑的声音小声问 星星 我是不是打扰你学习了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抬头望她 她又从口袋里 掏出一大棚彩色的糖果 讨好班地给我 你看 你喜欢的糖果 我专门给你的 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六岁那年 那时候 表弟每次扑进她怀里撒娇 他就会变魔术般 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给堂弟 堂弟撕开 我在旁边就能闻见一股香甜的糖果味 我馋得口水直流 我学着堂弟的样子 扑进她怀里撒娇要糖果 他却一脚踢开我 让我不要恶心他 那天我哭了好久 奶奶怎么哄我都哄不好 可我爸健壮 还骂我是好吃鬼 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这件事 我委屈至今 现在看来 他也没忘 只是 我六岁时想吃的东西 却等到了今天才得到 可是 我早就不爱吃了呀 童年渴望的东西 我已经不需要了 见我没伸手去接 他一股脑全塞进了我的口袋 拿去吃 爸下次来再给你带 把糖果塞进我口袋后 他又从口袋掏出了五十块钱 塞进我口袋 拿着 要组不听话 爸爸钱给你读书 乡里乡亲都说你是块读书的料 你好好读 将来给爸争口气 说完他等我几秒 像是期待我说些什么 见我始终不开口 他叹了一口 就转身走了 我看着那张皱巴巴的钱 心里说不出来的感觉 那天之后 他每个星期都会来 给我送水果 送牛奶 送麦片 让我补充营养 每次来 都会给我一些钱 让我不要省饭菜 可我并不想收 我也并不习惯 对我冷漠了十几年的他 突然的热情 突然的爱 可每次 他都要硬塞给我 就像从来没有过的爱 他也要硬塞过来一样 每次看着他勾楼的身影 我觉得他可怜 却怎么都对他爱不起来 高考完 我跟着表妹去打工赚钱 成绩出来时 我还在流水线上剪线头 舅妈洗劲而气的声音传来时 我也哭了 寒窗苦读十二年 别人不容易 我更不容易 我回家时 我爸在家门口 放了一大捆鞭炮 可我下了车 直奔舅妈家 看见舅妈我抱着他就哭了 哭得汹涌而猛烈 舅妈眼眶泛红 一如既往的骂我 死孩子 哭什么 这是高兴的事 舅妈给我杀鸡宰猪的时候 我爸板着脸来了 一来就拽着我的手往外拖 你是我玩 考上大学这么光宗要组的事 得跟我回去拜祖先 我不肯走 他就开始数了我 刚考上大学 就不认我这些当爹的了 常年累月的待在你舅舅家 像什么话 外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虐待你了 舅妈上前来 也拽着我的一只手 跟我爸吵了起来 你这个没良心的老东西 当初不是你说不要他的吗 好了 现在他出息了 你就要抢回去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两个人来来回回的吵着 可我却莫名的有些想笑 记忆中 我到哪都是讨人闲的存在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争着要我 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用力甩开了我爸的手 和他第一次正面刚 我不回去 你说你是我爸 可你这些年 经过当父亲的责任吗 他被我一句话耿住 神色几番变换 刘克星 你高中这些年 我没给你送吃送喝送钱吗 他高高举起手想打我 我没再像小时候那样 害怕躲开 你打 反正从小到大 你就只会打我 可他高高举起的巴掌 却始终都没落下 我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人突然开始对你好了 那一定是不怀好意的 我进屋翻出了个小本子 和一叠皱巴巴的钱 这是你给我的所有的钱 我全还给你 至于那些吃的 是你硬塞过来的 不过 我也都记下了 以后我会全部还给你 我像他塞给我那样 把钱全部塞了回去 他没接 那些皱巴巴的纸币 散落了一地 看热闹的乡亲劝我说 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 让我不要这么狠心 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对呀 为什么有些父母 就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就因为他想要管儿子 而我偏偏是个女儿吗 女孩子就不配拥有父母的爱吗 可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的道理 他们不懂 我也懒得跟他们掰扯 我不在乎了 不在乎爱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只想快点大学毕业 给舅妈赚钱 那天他蹲着身子 一张一张把钱捡起来 走的时候又塞给了舅妈 两个人拉扯半天 舅妈一气之下 把钱扔得远远的 她既狼狈 又着急地跑过去捡 再回头时 舅妈已经把门关上了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表妹要结婚了 二是刘耀祖跟人打架 被人废了一条腿 但是对我来说 表妹结婚才是大事 我回去后 把这些年攒下的五千块钱 全给了舅妈 那时候的五千块是一笔大钱 舅妈拿着钱的手 一直在发抖 她问我 哪来这么多的钱 我故作轻松地回答 我当家教赚的呀 这钱给表妹买嫁妆 买大彩电 大冰箱 让表妹风风光光地嫁过去 不要被婆家人看不起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舅妈哭 她听完我的话 就背过身子去 哭到肩膀颤抖 舅妈边哭边说了一句 你一个女玩 边读书边攒下这么多钱 得遭多大罪呀 这一句话让我破了房 是啊 好遭罪好遭罪呀 不舍得吃 不舍得喝不舍得添衣服 得挨冷挨饿 挨人白眼 可我不想让舅妈更难过了 我咬着嘴唇 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 学着舅妈之前的话 哭什么呢 这是高兴的事啊 那笔钱 舅妈死活不肯要 最后我背着她 去给表妹买了嫁妆 看着表妹装了 满满当当的嫁妆出嫁时 舅妈笑得很开心 等到宾客散去 她又骂了我一句 你呀你 尽量费钱 以后为你自己攒点钱 为自己多着想 可我却很高兴 这是这么多年来 我第一次为这个家付出 表妹结婚 我爸也来喝喜酒 她听到别人说 我给表妹买了一车的嫁妆后 满脸都是不高兴 回去时 她喊我有空回家看看 说刘耀祖被人废了一条腿 她没钱送她去好医院医治 我听懂了她背后的意思 她无非就是想让我出钱 给刘耀祖医治 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敷衍的硬了一声 哦 从奶奶去世后 那个家就再也不是我的家了 那里的人 也不再是我的家人了 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我找到工作后 身上那股拼劲 一如既往 我一刻都不敢放松 这种拼命能让我升职加薪 也能让我更有安全感 舅妈时常打电话 让我要多注意身体 说两个表弟也出去打工了 家里的债也还清了 舅妈让我不要那么拼命 可她不知道 小时候我拼命活着 拼命读书 我已经拼命习惯了 改不了了 我爸不知道 从哪知道了我的电话 也时常给我打电话 只要我接了 她就会从我小时候说起 她说 你那会生下来跟个小老鼠一样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养大的 虽然小时候我对药族好了些 可我也没办法 她毕竟是咱老六家唯一的男丁啊 过去的事 你也不能怪我 在村里要是没个儿子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 星星啊 我心里也是爱你的呀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你爹 说破天了 也不能不认我这个当爹的 当儿女的 哪能怪当爹的 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也别叫真了 末了 她又会说一句 现在我老了老了 就指望你养了 你不能光给你舅妈打钱 也得给我打点伙食费啊 她说的可怜且卑微 她开始给我寄家乡特产 她自己做的熏肉熏鱼 自己上山采的各种野菜 每次收到 同事们都很羡慕 说我爸对我这么好 我每次都笑笑说不出话来 这种爱让我感觉像一件湿透的棉袄 穿上冷 脱下也冷 我不回应 她会骂我没良心 我回应了 她会借此压榨我 我不理她的时候 她就跑到舅妈家去闹 说她老了我不管她 骂我良心被狗吃了 迫于无奈 也不想舅妈被打扰 我每个月会固定给她打五百块 工作了几年后 我在我们县城里买了两套房 县城的房子虽然不贵 但是也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过年时 我带着那两本红彤彤的房产证 回了舅妈家 舅妈看见风风火火的我 习惯的骂了一声 死孩子 回来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 我好让你舅舅去接你呀 我嬉皮笑脸的笑着 像从前那样说 不用 我自己能行 舅妈接过我的行李 责怪了一句 你就是匠 进屋吧 你的房间我都给你打扫过了 床单被罩也都洗过了 我又有些想哭了 这么久没回来过 舅妈家还保留着给我的房间 每次回来的床铺 都是干干净净的 被子都是刚洗晒过的 这些 我跟两个表弟是一样的 小时候 舅妈嘴上骂我 可给我的东西 从不比表弟表妹们少 年夜饭上 我拿出了那两本房产证 分别给了两个表弟 这是我给你们买的婚房 一人一套 听见我的话 大家都愣住了 扮上大表弟反应过来 姐 你怎么给我们买房了 我想着继续家才吃饭 故作轻松的说 对呀 你们结婚不得 要有婚房啊 姐给你备好了 你可要加油 努力让舅妈早点抱上孙子了 你这孩子 你说什么呢 舅妈抢过房产证 又递过来给我 不能要 这是你姐拼了命才赚到钱 我没接 埋头又扒了一口饭才说 舅妈 我吃了你家那么多年的饭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两套房子是我的心意 你要是不要我以后 就不敢再回来了 舅妈的手顿在半空 一向很少说话的 舅舅接了过去 拿着吧 我们的家也是新兴的家 这些话被过来找我的爸爸听见了 他大步跨了进来 开着桌子说 你给两个表弟买房我不同意 哪有给外人买房的道理 舅妈想站起来跟他争辩 被我拦了下来 从前 他替我出头 可现在 该轮到我自己去面对了 我起身走到他面前 丝毫不带感情的说 轮不到你同不同意 舅妈从小供我吃喝 供我读书 我不应该嘛 我不光给表弟买房 将来我还要赚钱 把这个老房子推了 给舅妈盖新的 你 你 他气得枪住了 几年没见 他瘦了黑了背也更妥了 可我对他连可怜都没有了 现在 我只觉得厌恶 你走吧 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的生老病死 我会负责给钱 其余的多一分都没有 他缓过进来开始说 村里就你这么没良心的 别人家的女儿赚钱 都是先孝敬爹娘的 你看你像什么话 别人家的 他话未说完 我便打断了他 那你要不要看看 别人家的爹是怎么当的 这句话让他噎住 他愣在原地好久才开口 我有什么办法 我确实拿不出来钱供你读书 再说了 咱家就要组一个男丁 那是跟你同一血脉的弟弟呀 你本来就应该早早出去打工 赚钱给他娶媳妇的 村里的女儿都是这么干的呀 也就是你舅妈家有钱 才送你念了大学 可你不能光认他们 不认我这个亲爹呀 他从不觉得自己有错 也从不觉得有愧于我 他对我从未有过付出 却依旧想等我去感谢他 报答他 他觉得他想要管儿子没错 他觉得 村里人人都不重视女儿的做法 也是对的 这种罢我也不想多费口水 跟他掰扯 我起身走了出去 他见我不再搭理他 也跟着我追了出来 我加快脚步 他一拳一拐地走到我前面拦住了我 放软了声音 近乎哀求道 算了 你买就买了 只是 药祖是咱家的唯一的血脉 你也得给他买一套房 好让他成家立业呀 星星 以前就算是我不对 可我也是你爸呀 我心里也是爱你的呀 只是药祖是 你爱我的方式是打我 不给我念书 交流药祖打我 让我给他做人血馒头 我再也忍不住了 把这些年的委屈 全吼了出来 你抿心自问 你是怎么爱我的 你爱我 你给我起名叫刘克星 从你叫我刘克星那天起 你就该知道会有今天 还是说你没钱了 说你爱我 你老了说你爱我 是这样吗 要哄着 我给刘耀祖买房了 才说爱我 爸 你能别恶心我吗 我刚吼完 村子里不知道谁放了鞭炮 鞭炮乍响 瞬间划破寂静的夜空 震耳欲聋的声音 仿佛是天地间 最热烈的欢呼 堵在我心口的那一口气 也在这一瞬 被全部释放了出来 我转身离开时 脚步都感觉轻快了不少 天地万物 不过转眼一瞬 我不原谅你 但是我要学会放过我自己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那天之后 我把姓名改掉了 从此以后 我彻底摆脱了 刘克星 这个名字 我跟着舅妈姓 给自己改名叫 甜甜 舅妈第一次喊我甜甜的时候 我很大声地应了一声 哎 硬着硬着我就笑出了眼泪 那个名字带给我的阴影 从此将烟消云散 我不用再因为名字 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 不用再因为名字被人取笑了 我不要再做克星 我要做我自己的心性 那天起 我再没见过我爸 舅舅跟我说 爸爸姥姥不中用了 刘耀祖气他 帮不了自己对他非打责骂 最后 刘耀祖在村里待不下去了 扔下他跑了 刘耀祖走后 他时不时就要拄着拐杖 到舅舅家里找我 最后来的那一次 摔在了半路 差点没救过来 舅舅跟我说的时候 我心里很平静 舅舅问我要不要回去看看他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要 我让舅舅帮我把他送进了 线上的养老院 可他哭着喊着不肯去 说那个地方 是没儿没女的老人才会去的 他说他有儿有女 不能去那种地方 就算要死 也要死在家里 他甚至以死威胁 要我回去看他 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 也罢 该我尽的义务我不逃避 至于你这个名义上的父亲 我也不想再多看一眼 此生缘禁 希望你下辈子 不要轻易当爹了 你不配 世间的女孩子 都值得被爱被呵护 而不是因为一个性别 从小被人踩进泥泞里 翻不了身 我赚钱给舅妈在宅基地 盖了新的房子 舅妈把那个最大的房间 留给了我 每次我回去 她都要埋怨我给这家 花了那么多钱 末了 又拉着我说 让我要多为自己考虑 快点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子 我笑了笑 随口应了一声 算了 我这样的家庭 我话还没说完 舅妈就像小时候 原生家庭 你有我有你舅舅 还有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你们几个都孝顺懂事 你学历高能赚钱 我们大家都很爱你呀 我们的家庭 有哪一点不能拿出去说的 有哪一点是 高攀不上别人的 相反 你是这个家里 最值得更好的 以后谁要是敢说 你家庭不好 我第一个删他 舅妈很少把爱说出口 可今天她说她爱我 我听得泪眼朦胧 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 原生家庭 曾经让我卑微到尘埃里 就算是这么多年 过去了我 还会下意识地觉得 低人一等 可舅妈今天让我知道 即使我没有得到 原生家庭的宠爱 可我也是有人爱的 小时候我做过的噩梦 都不是我长大后的模样 我又何必去耿耿于怀呢 我笑着用力 握住了舅妈的手 我知道了 我值得被爱 我也值得更好的 日光灿烂地照到 我跟舅妈的脸上 我们相识一笑 原来 当一个人点起脚尖 靠近太阳的时候 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 全文丸感谢观看